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为了戒烟会选择电子烟来替代 近几年市场上出现了一种类似电子烟的产品 号称上头的电子烟 那么这种电子烟究竟是如何令人上头的呢 五月份在对辖区内娱乐场所进行突击检查时 细心的民警在一间包厢里发现了异常 有五六个男男女女都抽着那种手上拿着那种电子烟 里面那种乌烟瘴气的 人就摊坐在沙发上 叫他们他就跟听不见一样 凭着多年办案的直觉 民警立即对这间包厢进行搜查 不过当时并没有发现常见的吸毒工具 当时我们对包厢里面进行检查 没发现什么工具 但是他们手上就只有那种电子烟 最后这几个精神恍惚的年轻男女 被传唤到派出所配合调查 同时警方还对他们进行了毒品检测 据这几名年轻人交代 他们并没有吸食毒品 只是每人抽了几口电子烟 电子烟 一种模仿卷烟的电子产品 在市面上也有正轨销售 那么这些年轻人 抽的只是电子烟吗 表面上我们没觉得什么特殊的 但是我通过查阅他们手机 发现了一些合成大麻素 以及上头这样的字眼 我就感觉这个事情 肯定不正常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 这些年轻人才交代 他们抽的并不是普通的电子烟 而是在其烟油里 含有合成大麻素这种物质 那么合成大麻素究竟是什么呢 据了解 在大麻原植物中 有一种叫做四氢大麻分的物质 是一种大麻素 它作用于人体 会让人产生心快感 和一定的依赖性 而在人体中存在内原性大麻素受体 它参与了食欲 疼痛感受 情绪和学习记忆等生理过程 在正常状态下 人体处于一种动态平衡模式 而一旦摄入外原性大麻素 譬如吸食大麻 原本动态平衡就会被打破 使人产生心快感 因此一旦停止吸入大麻 体内将无法保持 自身的一个平衡状态 因而将会有各种各样的 阶段症状出现 所以大麻作为一种传统的毒品 在我国一直受到严格的管控 而这些年轻人的手机里 竟然出现合成大麻素 上头的字眼 引起了南城警方的高度重视 那么合成大麻素 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呢 这种东西它名叫大麻素 但其实它不是大麻 它是这种化学物品合成的 就是合成大麻素 它的外性比一般的普通大麻 甚至比冰毒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上合成大麻素 是犯罪分子非法制造的物质 和四氢大麻分有类似的效果 并且往往比天然大麻药效更强 对了没想到 特别是吃起脑神经这块 神经性剂毒品 吃起脑神经这块 危害很大 吃完之后 就吃多了 就可能有甚至有死亡的可能 轻则呕吐 头晕 重则致患死亡 显然这种合成大麻素 具有毒品的特性 社会危害性极大 然而警方在办理合成大麻素 这类案件时 当时遇到了难题 因为这东西潜水 裂管的真空状态 过去 对于精神药品的管制 有关部门大多是按 单一类物质进行裂管 因此 治毒人员仅需要找到 类似结构或相同药效的物质 只要该物质不在管制名单上 便可有离于管制之外 当时对这个还没有国家进行管控 所以我们处罚不到它 然后这些人里面 这些人就说这是合法的上头 由于当时缺乏法律依据 对于几个稀释含有 合成大麻素电子烟的年轻人 方案民警只能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 这些东西目前不能处理 但是我们可以作为线索一样 保存下来 到时候国家管控之后 我们在这群人进行核查 看一下他们是不是还在吸食 这种上头的电子烟 吸电子烟竟出现吸毒症状 可能就摊坐在沙发上 叫他们它又跟听不见一样 红色烟油里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有毒的电子烟 北方警示正在播出 中医传承 匠心忧远 高真堂 弘扬中医文化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一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打造高方精品 中华高方专家 大半年健康百年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之前因为吸食合成大麻素 在全国范围内 引发过数起毒架 故意伤害等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 面对各种合成大麻素 日益严重的危害 只有对其进行整类裂管 才能有效遏制他们的蔓延 2021年5月11号 国家禁毒委 公安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联合发布公告 决定正式将整类 合成大麻素类物质 列为毒品进行管制 这次公告还增加了 福安酮等18种 新精神活性物质 公告自2021年7月1号起实行 这让南城禁毒民警 格外的兴奋 5月11号之后 国家宣布对合成大麻素 整类进行列管 我们就开始谋划 把以前的什么线索 相关线索收集起来 警惕将信息研判 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牌 办案人员很快掌握到了一条线索 在县城一家理发店里 有几名年轻人会经常聚集在一起 吸食含有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 7月8号 办案民警展开了抓捕 当时我们也是将这一群人 然后带到我们的一个公安机关 对他进行一个盘问 然后进行一个检测 当时我们也现场缴获了一只 这个电子烟杆 与此同时 在另一家美甲店内 办案民警还抓获了另一名 吸食合成大麻素电子烟的女子 当看到民警到来时 她慌忙将电子烟塞进了沙发的缝隙里 谢谢 谢谢 慢慢推 对对对 拿到了吧 我拿到了 我拿到了 在这一次行动中 总共抓获六名吸食合成大麻素电子烟的 违法行为人 其中有两人由于给他人提供了吸毒场所 涉嫌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罪 之后 经浮州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送检的电子烟油中 含有合成大麻素类 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成分 因为是化学分子 很多那种什么同分异构体 我们也没办法判断 所以一定要拿那个确实 就是说确实有的这些样品来进行比对 然后才分类出来 确实它是属于我们管控的 这就是缴获的含有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 从表面上看和普通的电子烟并没有多少区别 然而它的秘密就在于这种红色的液体 也就是电子烟油里 这里面加入了合成大麻素 像这样一瓶10毫升左右的售价在五六百元 要用注射剂把这个里面电子烟油注射进去 然后把这个插上通上电之后 这样吸食的话 就是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 他们吸食所用的电子烟杆 都是普通的电子烟杆 关键就在烟油 那么是谁在向他们销售 这些含有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油呢 他们都是通过网络上的一些平台上 连续到一些 他们也不认识的一些陌生人 然后就是搜索一些关键的字 比如说上头电子烟这样子 然后获取到这样一个购买的几个渠道 经过侦查 办案人员最终确定 销售含有大麻素电子烟油的犯罪嫌疑人 躲藏在湖南 7月中旬 办案人员火速赶赴湖南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将两名贩卖合成大麻素的犯罪嫌疑人 抓获归案 而这也是我省获获的第一起 稀犯合成大麻素案件 当时我们在湖南也发现了 其他省市的一些兄弟单位 公安机关的同行 也在对这些东西进行追查 说明这些东西已经在我们国家 这个流露的已经算是比较广泛了 据了解 这种含有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油 就是这两名犯罪嫌疑人调制的 据他们交代 在烟油中加入合成大麻素时 他们并不会遵照严格的调制比例 而是十分的随意 他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 或者说让稀释这些人快速成瘾 离不开他 然后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的话 他可能会添加的更多一点 那可能一下子这个剂量没有把握住 可能就会出现很严重的一个后果 抽了那个感觉人太废了 抽多了就想睡觉 天天拿来藏上来 小杰涉事未深 去年他被朋友叫来一起吸电子烟 当时他并不知道这种烟里面有什么 更不知道这种烟的危害 他们俗称这个叫飞行员 因为他这个上头特别快 吸了之后云里雾虑 就是说就是精神状态就是很迷糊 在身体出现异常反应过后 小杰向朋友追问 才被告知 这是属于违禁品 是一种时尚 抽了就感觉很时尚一样 很露群 小杰说抽过多少次这种电子烟 他已经记不清了 但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大不如前 而湖南那两名贩卖合成大麻素的犯罪嫌疑人 也十分年轻 他们曾经也为了追求时尚 成为吸食合成大麻素的吸毒人员 然而由于已经成瘾 为了支付昂贵的吸食费用 逐渐走向了贩卖合成大麻素的犯罪道路 都是十八九岁的 然后就也是积极到这种东西 觉得有利可图 就相当于一犯一样希望 我们希望是在今后的生活工作当中 我们所有人能提高自己的警惕性 接触到一些新鲜的特别化学物质 化学品的时候 生活上的这种饮食各方面的 我们能有一个提高警觉性 增加分辨力 对一些可能是毒品 或者是危害性很大的这种 疑似毒品物质 我们坚决向他说不 对于传统毒品 比如